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来墨田螺了 这个三分池塘 我放了100斤总螺 然后今天我们要清理一下 看到底能产出多少田螺 这个水还有一点深 很多人可能不相信 看这个田里面一点田螺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意外的话 基本上在1000斤左右吧 最低在600斤 这个产量的话 这边这个小的人我们就不摸 然后我们重点是摸这个大的 大的的话都是养了两年的 其实养田螺啊 最难的就是在摸这个田螺了 因为有很多人说用爬会上楼啊 所以说全部靠能工 我老妈他们太心急了一点 担心今天摸不出 因为明天我们要发出几百斤 水都没放光啊 这样就快很多了 还有很多人不会搞排水口啊 你看一下 下面掏一个弯管 然后再多深下去就半多深 到这个速度不要半个小时啊 我老爸老妈已经搞了一桶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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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爸老妈已经搞了两年的 有很多网友问我 到底有这个青苔怎么办 其实有这种青苔不用担心 第一的话放鱼 如果鱼长不大的话 那么就用青苔静 加红糖 几天时间就可以解决掉 我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青苔 因为我的鱼全部卖走了半半年 然后下半年的话 没鱼就造成这个情况了 走开 二 一 二 一 一 感谢观看 我也没买一桶了 加油 加油 这是第二桶 一桶沙之间 从末庆的战况说 我是搞了两桶六十斤了 我老爸的话两桶六十斤 再加这一桶金马 那就八十斤 我妈的话是两桶三桶六十斤 然后搞完是那桶搞完是八十斤 加油 加油 等你点一百斤 一百斤 那个一百斤 你再拿一个箱子来 然后再装一百斤 这样就好分一点 等一下明天到这个箱子多一点 那个箱子多一点 你现在看到了吗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等一下啊 我得一百斤搞定了 妈 妈 不要摸了 四五百斤有了 咱摸多了 没用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摸的田楼 准备明天给人家发出来 说实在的 我们的十五块钱一斤的田楼 你们看一下成本是很大的 快递费去掉三块了 这种包装这种胶子 这种箱子买一个 包括这些人工啊 这些田楼 鸡蛋大的 这些人工啊 啊 这些地方正在发展 行不行行 马上参载了啊 这三个人摸了两个小时才摸了这么几百斤 那么还没摸完 下次再给大家展示 我能摸出多少斤铁铁了 拜拜 回家了